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觉得可以如此干预 所有过去的承诺都可以不对线 就是因为他发现当他有能力的时候 他一定要去干预 而那个能力是来自于 就是香港和中国的这种政治密切的关系 而不是经济关系 经济是手段 政治是体现的是共产党的目的 而这一点呢 台湾跟中国 比较像台湾 香港跟中国 而不是像韩国和中国 这是第一点 台湾跟韩国之间要比较的时候 要意识到的 第二点呢 韩国70%的产值 来自于十大财团 台湾是中小企业为主的一个社会 所以这种FTA能够照顾到的层次层次 这个中国和韩国 台湾和韩国并不能够直接用FTA 发这个来比较 而台湾手中的优势 也不在于 只是经济上面的这种更加开放而已 台湾手中的优势很多 包括跟中国的对话 全世界都想要跟中国对话 而中国是挑选话题 经济的话题也许可以对话 可以 然后只有在占上风的时候 才愿意对话 占平手的时候可以对话 掠势的时候他就不对话 中国非常惧怕对话 任何对话 他都躲得远远的 我们89年提出来口号是对话 达赖喇嘛 这个流亡这几十年提出来的也是对话 今天在中国的维吾尔人 藏人也是要求对话 所有的对话的要求 包括香港这次的战中的学生 到北京要求对话 他们连回乡证都被取消 北京对于对话两个字怕得要死 因为道理大概我也可以理解 大概任何话题上 北京对话都会对输 他没有在哪一点上有任何的优势 而台湾却是一个他不能拒绝的对话对象 台湾看不到自己的这个优势 老想只是在经济上能够跟他 这个展开一种 这个 这种建立一种对话关系 恰恰中了共产党的计 共产党其实就希望在经济上 通过在经济上的这种渗透 无论你要叫他对话 合作这些都行 但实际上在共产党看来 他就是渗透 来避免任何政治上的对话 那么台湾有没有 手中有没有王牌 这些都是王牌 完全就可以跟北京来谈说 我们不仅要谈经济 我们谈统一好了 九二共识 这个话题被台湾 刻意策略性的模糊了好多年 这是对台湾非常不利的 九二共识是刻意模糊九二共识 对台湾没有什么好处 九二共识什么 号称叫做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我们知道各自表述四个字 和共识两个字是矛盾的 各自表述就等于 没有共识才会各自表述 然后共产党很喜欢模糊 因为他就希望就这样是最好 说明那我们就要想 模糊也许对共产党是有利的 对我们真的有利吗 那台湾今天在面对 一个中国这个话题上 如此对立 如此意识形态 其实把一个道理讲清楚就好了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我没有觉得有多好 我们换进一种方式 一个中国我先表述 或者一个中国你先表述 我们看看能不能干脆 在一个中国这个四字上 找到共识 或者找不到共识 都把它挑明 当你愿意把它东西挑明的时候 共产党反而会往后退 因为这就我刚刚讲的 在所有问题上的对话 它都没有坚实的根基 而对所有的其他人 对我们民运人士 对西藏人 对香港人他可以拒绝对话 唯独对台湾人 拒绝对话的代价非常大 拒绝对话等于把台湾推远 台湾在这个时候 恰恰应该抓住他说 我们来谈一谈一个中国吧 我们把一个中国 我们认为的一个中国是这样 你可以接受吗 如果共产党说不能接受 那我们台湾人就知道了 如果共产党说能接受 很好那就是我们的这个优势 我们可不可以把一个中国 和这个经贸利益绑在一起 当然可以 我们可以把经贸的利益 跟一个中国的这种政治话题 谈在一起 既然我们都是一个中国 那我们谈不上FTA了 Free Trade Agreement 是两国之间的话题 我们既然一个中国 应该有更开放的 更有利于我们的这个经济框架 所以台湾如果要是掌握了 这些优势的话 知道自己手中有哪些优势 然后不要盲目的害怕 而这是今天台湾的最大的问题 盲目的害怕 朝野民间官府 通通都在害怕共产党 害怕是有道理的 但是呢你既然害怕 就不要中他的计 然后你要害怕了之余 你要看看你有什么办法 改变这种状态 我想这个是台湾今天的课题 那这个课题 我觉得也许我可以参与进来 帮忙一起解答